各位老師呢,您進到我們OneNote之後,剛剛都在訊息這裡,就看所有的最新消息 那您到上面這裡,是旁邊這裡,有沒有一個叫任務 我們真正的資料其實放在任務裡面 好,在任務裡面,所以你點進來之後呢 點進來之後我們的資料,這裡有沒有同學的作品 這個同學的作品是我們在試傳系給同學去做的 你要知道現在教試傳系的同學,他們要做簡報也很不容易啊 因為他們本來用的就跟大部分大家差不多 第二個,你要叫他做網頁,現在他們要學那種程式語言 對很多同學來講,其實也不容易 那這個地方呢,兩個都有,那比如說您看一下這裡 你打開之後呢,就是如果他的網頁在loading的時候啊 這樣 有 您可以自訂這些內容 就是如果他在下載中的話,這些內容,這些文字啊,您都可以自訂 好,你看這個是台東的 這樣,有了解的齁 像這樣,就給他繼續走下去啦 好,大概是像這樣 好,那我們再往下走,看另外一組的啦 那如果老師您對於這個部分有什麼想法的話 在one note裡面可以做筆記 好,可以做筆記在右手邊這邊 這裡 有沒有,您可以輸入文字式的筆記 但是呢,如果您希望抓畫面式的筆記 比較熟寫筆記的話,他就需要安裝一個擴充工具 好,需要安裝一個這個瀏覽器的擴充工具才行 好,我們就先看一下齁 像這樣 所以各位從這邊這樣看,您就會發現這種方式是跟我們一般的 簡報的方法比較不一樣 他並不是那種傳統的,就是一頁一頁一直翻的 好,頁一直翻的齁 那這個,一樣的 因為我給他們的主題就是我們要做單車啦 單車之旅齁 這樣你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 好,所以其實這些呢,您有興趣 您都可以從這邊去稍微試看看 了解一下說 這個也是同學 他就幾堂課的時間上完了之後 他就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 好